好 這是中時新聞網寫的 他寫到說最後將由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跟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一對一會談拍板在10月底揭曉 今天已經是10月14了 也就是再過兩個禮拜左右會揭曉 可是侯友宜他被問到說 你要不要跟柯文哲見面的時候呢 他都沒有回應 也沒有說yes 也沒有說no 所以吳真你覺得會不會有結果 我這樣講了 兩個點 我首先先認為今天藍白河的會議不會談成 這點跟大家看法一樣 但是我也不單純認為說 今天這個會議只是走過場 我的看法稍微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先看 一個大前提說藍白之間是完全沒有互信基礎 因為你看黃珊珊不斷地抛三公原則 出發前臉書PO一篇 剛剛會前會記者會再講一次 這個公開透明 要錄影 本來可能還希望直播 那包括說要辯論 最後要民調 基本上這個是在處理重大爭議案件的時候 我們才會要求到說你過程要全部公開透明嗎 例如說都審會要直播 例如說這個過去大區當然很爭議的時候 好 那直播好了 大家都看得到 如果真的感情很好的朋友 來真的要討論怎麼合作 不會不會直播嘛 沒有必要嘛 大家有互信 所以看出來說基本上兩邊是在對陣 所以我對這個藍白河的看法是認為說 其實應該說他們現在不是在談 所謂藍白河現在已經成為國民黨跟民眾黨之間一個最新的戰場 兩邊是在這個戰場上爭鋒相對 在角力 那所以你看包括柯文哲昨天提出來說 柯文哲一定要當政的才是政節 所以前提話很死了嘛 根本沒什麼好談的 好 那這個戰場接下來怎麼進行 我就講這個柯文哲昨天去上這個邵康戰情室 基本上透露出了非常多的訊息 我個人認為最關鍵的一句是他講說 就算藍白最後沒有合成 也要讓大家滿意 這很奇怪 你想 因為現在不就是說基層民眾很焦慮 大家都要下加民進黨 所以才藍白河嗎 那不合怎麼又讓大家滿意呢 所以柯文哲真正的意思是說 他要在藍白河這個談的過程中 讓大家看清楚 侯友宜是一個草包 只有柯文哲才真正有戰力 是國民黨跟侯友宜為了私心 不願意合這個大局 所以這樣最後讓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啊 大家就知道 是非對錯站在柯文哲這邊 所以基本上現在整個藍白河的過程 都是柯文哲的戰場 他要在這個過程中 一刀一刀把侯友宜砍下去 砍到侯友宜非常弱 最後即便談不成 大家也都知道說 是你侯友宜在扯後腿 這個是柯文哲的戰略目的 所以我們看昨天 基本上他在這個邵康的專訪中 他基本上直接每一個談話 都對著侯友宜來 第一個講黃珊珊 是當年國慶和最大苦煮 所以先提醒大家 國民黨當年言而無信 跟國民黨合作很危險 不能怪我們第一點 第二點他講說 韓國瑜是忠貞的國民黨黨員 你看為什麼要特別提韓國瑜 第一個他要去拉攏韓粉 大家想一下 當年侯友宜是怎麼樣糟蹋韓國瑜的 我跟韓國瑜交情很好 我現在俄羅伊 忠貞的國民黨黨黨員 那相比之下 什麼朱立倫厚宜 放一些韓國瑜囚官的這些 然後風聲出來 是不是很可惡 所以第二點 你看針對韓國瑜 韓粉的族群 再來第三點 他特別提到 侯友宜現在最痛的致命傷 落跑 因為你看柯文哲講的其實很絕 基本上 罵比民進黨還凶 他說 你市長請假個100天200天 那如果 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市政因為你請假不在 所以被拖延了 另外一種 如果市政一切照常運行 那你就自己證明 沒有你沒有差 金北市有沒有你根本沒有差 你這個市長當有當跟沒當一樣 你看話講到這麼絕 這是不是在刀刀把何韋瑜砍下去 所以柯文哲的態度非常明顯 那相對的 其實我認為國民黨也很知道 現在這個狀況 所以現在民眾黨跟國民黨的角力 基本上我把這個架構抓出來 就是空軍對陸軍兩邊的比拼 很明顯民眾黨空軍 那國民黨是陸軍 所以國民黨今天晚上 馬上板橋要發動萬人造勢 就是要火力展示 就要再給你看說 你柯文哲嘴在怎麼秋 你動得出來這麼多人嗎 你那個選擇支友會 對不對 還要叫這些阿爹啊 這些刺龍刺鳳 不打物的來給你戰場 我國民黨一摳就是萬人 這就是我國民黨的底氣 所以這是侯友宜的戰略 所以我們今天最後再回到 剛剛會前會大家談話 這個跡象非常清楚 因為黃珊珊在講 他說民眾黨的想法 就是心存善念 敬力而為 但是民眾黨又說要三公原則嗎 又說柯文哲要當正等 所以你說真的有敬力嗎 恐怕不吧 那相比之下 金普從比較 我覺得他相對比較從容 相對比較老神在在 因為金老師不斷的去引述 黃珊珊跟柯文哲的話 先說這個柯文哲 拋了七大理念 我們國民黨也很認同 真的可以好好來談一談 又說柯文哲說 君子何而不同 小人何同而不合 這個大家都很認同 所以更應該來好好談一談 所以看到金老師 基本上打的是一套免禮針 他表面上對你很友善 很親切 基本上還是要用這個情感的勒索 把你架上去 這個藍白河的舞台 所以最後基本上還是回到說 兩邊這邊的比拼到底誰會勝出 柯文哲在個人特質 面對侯友疑是壓倒性的勝利 但是畢竟我們回到大選 不只是單單候選一個人 有組織 有團隊 其實今天會談的代表 你看柯文哲派出的黃珊珊跟周宇修 一個前清明黨的 一個前民進黨的 所以這也凸顯出來 柯文哲自己他的人才庫真的不足 所以這個是現在 他的一個最大不穩定的地方 所以接下來黃珊珊也設下時間點了 說時間緊迫 為這個戰場要設下一個終局 不能一直談下去 那也就是現在開始 10月中到10月底這段時間 到底是柯文哲空軍強把後遺殺下去 還是後遺連辦無場萬人造勢 陸軍地方包圍中央會勝出 這個就是最後比拼的關鍵 這場藍白河剛剛有來賓有提到說 國民黨這邊有人抱怨說 還沒開始小動作搞一堆 就是時間 因為原本是五點半結束 但是後來提前一個小時到四點半 再來四五點就要結束 原因是因為黃珊珊趕高鐵 其實我覺得趕高鐵也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開始說 是因為侯友宜新北總部成立 要在板橋舉辦大造事 所以要求時間提前 事實上應該不是這樣子 所以國民黨內人士就感慨說 藍白還沒開始合作 柯營就小動作不斷 而且今天去談的是黃建廷跟金普聰 他們兩個在造勢活動 這個晚會上應該也不是主角 應該也不是主角 所以遲到甚至不去 我覺得應該都無所謂 不過我請問原資 就是說第一個 你們真的感覺上也這樣說 對方怎麼小動作那麼多 第二個 今天造勢活動 真的有關於過五關斬六將這個橋段 好 第一我覺得藍白要堆疊善意 所以我們黨內人士也不用惡意解讀 說不定民眾黨是怕人家不知道 我們在板橋有造勢 所以故意把提前說 因為國民黨板橋有造勢 用這種方式加深影響 我覺得今天下午沒有派你去當談判代表 可不可以 對 因為這真的 那個什麼一小時兩小時 這很不重要 那個也不需要把這個放在心上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要堆疊善意 這第一件事情 然後第二件事情 還是他們在堆疊 堆疊障礙 但第二個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晃哥我剛剛看會前記者會 我倒是覺得還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本來在會前會之前 黃珊珊不是都弄了很多障礙嗎 什麼公開辯論 公平民調 然後大家就想說這兩件事情是不是侯友宜不會接受 結果金普聰今天照稿念念出了一段關鍵的文字 他說呢 我們其實也有準備方案 代表說今天在會中會跟他們討論民調跟辯論的方式 這個就非常聚焦了 因為本來大家認為說國民黨一定不敢辯論 一定不敢民調 可是沒有 我們也敢辯論 我們也會民調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你們可以接受辯論跟民調 可以啊可以啊 金普聰剛剛自己講啊 他說他們有方案 那萬一最後民調真的輸了咧 民調真的輸 我們還會有 民調是重要指標 不然不是唯一指標 還是照他剛剛講的說 加入耐打肚子 民調60% 政黨實力40% 那這個細節因為我沒有參與 我覺得他們去談 但是我覺得有的談 就比在空中飄來飄去好嘛 所以我個人是樂觀期待 那第三件事情是晃哥剛剛講的 今天有沒有一個什麼關羽過關枕將的橋段 我了解他是一個開場表演而已啦 就是有一個人扮演關公 就是暖場的那種活動嘛 然後就說哎呀民進黨很涉沾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是前面的那個暖場 那主要當然也是營造就是侯友宜 他姓關公 然後正義形象 然後他如果當總統可以去 把過去的一些東西掃掉 你確定沒有引射郭台銘 沒有 主要是講明進黨 所以這是正件事情啦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有期待的 我覺得對藍白河我是有信心啦 你有信心 那好你們既然有信心 那為什麼這個 你看到最後一場要辦五場萬人 今天第一場在你的選區板橋 對這也叫板橋東區 第一場在板橋嘛 第二場是在沙路 這是那個嚴寬恆的選期 第三場在中立 這也是算是國民黨的大本營嘛 第四場呢 是在鳳山 這是當年寒流崛起的三三造勢 第五場在台北市政府廣場前面 那原本我看媒體報導說 希望這五場用這個小雞拉母雞的方式把它拉抬起來 那如果都要藍白河你們辦這五場幹嘛 浪費錢 藍白河是大家共同期望 可是誰敢說一定會合也不一定 因為其實現在對於柯文哲昨天 他接受媒體訪問 剛剛大家也有談一些 其實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不會合 一種說法是會合 不會合的人怎麼說呢 不會合的人是認為 柯文哲假設是真的想合 怎麼會在要會談的前一天 泡一個議題說 我非要當政的不可 這個跟他之前說要辯論是背道而馳 因為你說要辯論 要民調就代表說 你可以接受當富的嘛 不然幹嘛非要當政的不可 那你覺得他為什麼這樣講 對 所以有認為破局 可是也有一種說法 在談判的時候 有一種叫做吹牛 就吹噓 就是說我會把我自己的期望吹到最高 然後在跟你談的時候 那我就降低一點 降低一點 妥協妥協妥協 然後藉由這種方式 爭取到我最大的利益 所以柯文哲其實前幾天 也講過一句話 他說他會用最大的誠意 然後在實現政治理想的同時 做最小的妥協 所以他也是會妥協的 這樣就是看他妥協到什麼程度而已 所以這個兩個結果 所以現在很難預估說 到底藍白河會不會成 因為其實就是看柯文哲一念之間 那我剛剛看那個沈富雄沈大曉分析 他是講說他認為機率很小 理由是什麼 因為他私下有遇到柯文哲 他跟柯文哲講 他說 哇你很厲害 一個人搞垮一個黨 那個黨是指國民黨 一個人搞垮一個黨 結果柯文哲居然沒有否認 他說沒有 是搞垮兩個黨 意思是說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但是沈大曉覺得說 柯文哲我 就是我這樣子講 結果你居然沒有板駁 搞垮這兩個字 你還加碼 代表你的心中是真的想要搞垮 這是沈大曉分析 可是當然也有樂觀的分析 所以現在沒有人講得準 這完全就柯文哲的一念之間 就是看柯文哲願不願意 為了理想跟國民黨合 然後一起推動政黨 那你們國民黨內現在到底是希望藍白合多 還是不希望藍白合 我們其實 其實希望藍白合的比較多 但是像我今天早上去 在基層跑的時候 也有人在罵民眾黨 就是說你們國民黨泱泱大黨 然後你現在被民眾黨牽著鼻子走 叫我們不要合的 也是有 所以這個 反正大家意見都很多 所以其實我一直認為說 時間真的很緊迫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 你要先有一個方案出來 第二個階段是 你要拿這個方案去說服 我們各自的支持者 假設我今天已經合了 那我如果再面對到 今天早上跟我反對的那個選民 那我要怎麼去跟他解釋 對不對 這個都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真的 還好他們剛剛那兩個黃金組合 黃珊珊跟金普通黃金組合說 他們知道時間很緊迫 然後事不宜遲 然後記者會會前會也沒有很多說 一下就結束趕快去談 我覺得這個就 因為黃珊珊在趕高鐵 真的 真的 這樣 要不要 有 我